第二个话题我想讲讲 怎么样叫老实念佛 因为这个还是我们修净土法门 修学者的一个重点问题 我告诉你们 我不总结我自己六个字吗 老实 听话 真干 首先要老实 咱们现在之所以念佛念得不得力 关键还在于不老实 为什么说呢 就是朝三暮四 这山望着那山高 我记得那天我讲的时候 我说我就是读一部无量寿经 一句阿弥陀佛佛号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我认准了 就是一经通了百经通 通了自有智慧生 无量法门都非常殊胜 就是当你通了的时候 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 辩才无碍 辩才无碍多自在 庙里生花乐无穷 如果真把一部无量寿经 你都通了 你都懂了 你就通了 通了下一步就是生智慧 你智慧生了 你就辩才无碍 然后就是庙里生花 咱不有一部经叫 《庙法莲华经》吗 为什么叫庙 真是奥妙无穷 学佛学到一定时候 真是那种庙的感觉 由然而生 所以我说大家 在老师念佛这个问题 四个字 很简单 千万不要忘了 我是把老师念佛这四个字 我老伴 给我写的条符挂在墙上 我的佛堂里写这么一个小条 老师念佛 就面对面 我每天拜佛的时候 我就面对面 这四个字 我都在问自己 你今天念佛 老没老实 所以这个老师念佛 是太关键 太关键了 如果我们把所有问题排排号 老师念佛 是第一关键的 你只有老师念佛了 你才能把那种智慧念出来 这两天 有几个佛友跟我探讨 说那个念佛是什么感觉 就是当你面对大家 这么讲话的时候 你再没再念佛 我说再念佛 这个念佛 不是我用嘴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去念 而是我心里的 那个阿弥陀佛的佛号声 一直没有断 这种感觉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体会到 那你说你晚上睡觉 你再念佛吗 再念佛 我一直告诉大家 念佛的概念 绝对不是说 哎呀我想起来了 我要念佛了 往床上盘头一坐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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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念佛 我念佛不是这个概念 他随时随地在念 这是要有一个过程的 我原来不是这样 我就念到现在这种程度 也就是一年多的时间 这是我自己感觉到的 所以你老老实实念这句佛号 确实是好用 因为什么呢 我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 你比如说就像一座山 它是有那个盘山道 我们绕着这盘山道 你走的路程绕到山间 需要的时间就要长一些 但是到山间是什么 阿弥陀佛 这就是顶峰 所以说如果是你把握住这句 阿弥陀佛佛号了 老老实实地念下去 你那个智慧 自然就生出来了 我昨天 是昨天还是前天 我说了一句 我说大家学佛 要学愚 不要学聪明 愚不是愚痴 不是愚昧 不是愚蠢 是大智若愚 当你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显现出来的是智慧 为什么不要学聪明 聪明是视智变聪 视智变聪 障碍你智慧的显现 你如果是你重视这个视智变聪 你喜欢这聪明 你智慧 不会生出来的 所以 老法师好像也说过一句吧 傻人有傻命 我原话不一定是这么说的 我记着 可能老法师在网上 多次讲到我的时候 大概多次提到 说你们都不知道 它都实在到什么程度 简单到什么程度 真是简单 真是有些事情 我真是弄不明白 我也不去弄 我也不研究 我现在目标定了以后 我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 别的在我这 什么都没关系 和我网升级了事件 没关系事 我一概不去过问 今天早晨 我和叼局师 谢局师 我们几个在那闹嗑 我们说的一个什么话题呢 说问事 因为叼局师说 大姐 我就是最大的毛病 我就是爱管事 谁家事我都想管 憋不住 不说难受 我当时笑了 我就说 我说 闭上你的嘴 真是 少说 多念佛 你有说一句话 把对方伤了 弄得人家很烦恼 你要没说 你念的是阿弥陀佛 肯定你伤不着他 他也不烦恼 你也不烦恼 这个念佛这个问题 好多好多人都在念 念的方式方法不同 这么念的 那么念的 不管怎么念 你就想 你念的自在不自在 你生不生智慧 你是不是烦恼越来越轻了 如果你真是用这些标准 去一个一个衡量 你就知道你念佛得不得力了 绝对不是念多少遍 这个老老实实念佛 你才能够达到你的终极目标 如果你还是这山望着那山高 你比如说有的佛有问我 我念这个行不行 我念那个行不行 行 好不好 好 因为这个我也是跟老法师学的 你恒顺众生啊 你说他说他要念什么 问你好不好 你说这个不好 他能不能接受 好 因为佛经都是佛说的 都是释迦牟尼佛留下来的 没有不好 老法师不说吗 都是第一 没有第二 那我们也按照这个理念 确实是正确的呀 所以哪个都好 那咱们怎么来鉴别自己 我应该怎么办呢 你是什么根性 如果你是修密宗的根性 我不知道 我不认识 那你就修你的密宗 老老实实 你修禅宗的根性 你就老老实实修禅宗 我修净土的根性 我就老老实实念阿弥陀佛 就是这样 大家互相不干扰 我记得我那天说 我的原则就是 你修什么法门 我赞叹 你让我介绍哪个法门 我给你介绍 净土念佛法门 我觉得这样做 大家彼此都高兴 都不生烦恼 所以老老实实念佛 这个问题 再三地说 说到现在 老法师讲了多少年了 强调了多少次了 我们能不能 按老法师说的去做 要不我说 人呢 就是 当你傻气 傻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真是就转换了 那个傻气 就转换成智慧了 怎么转换的 念佛念的 就这句阿弥陀佛 真是好事 在我这来 我得到验证了 因为我过去 念佛不得力的时候 我也烦恼很多 这看不惯 那看不惯 尤其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 心里很烦 哪家没有难念的经 我说 如果你把那本难念的经 念好了 你这佛也就念好了 不要回避 我告诉大家 我曾经 有过出家的想法 那是93年94年 我特别强烈的一种愿望 我想出家 我为什么要出家 我不是说 我修到那种程度了 我觉悟到那了 我要出家 我要成就 不是 我那时候想出家 是一种逃避 家里的事不顺心 单位的事不顺心 就像一团乱麻的 缠着你 所以我想出家 我就觉得出家 到庙上去 那就清静了 我就那么想的 所以那年我去普陀山 不是抽了一个签吗 那是我第一次抽签 我和我老伴一起去 我老伴说 你抽个签 我说抽签干啥呀 他说玩呗 我说那你抽吧 他说还是你抽吧 你抽的零 我就去了 我告诉师傅 我说师傅我抽签 师傅说你求啥 我说啥不求 师傅说你啥不求 你抽签 干啥呀 可能这个这么想的人 师傅没说出来 说那样吧 你心里想件事不用说 你晃 一个童童里面有那么签 说晃出来 哪个就是你的签 我就这么一晃 就蹦出了一个签吗 然后师傅拿了这么大一个条 有四句话 就给我解释 说你 晃缘未了 不能出家 我特别惊讶 因为我心里想的 就是这件事啊 我心里想的就是 我什么时候能出家 他怎么跑签上去了呢 完了 我说师傅 你怎么知道 我心里想什么 师傅说 你想的事 都在你这签上呢 所以就说我晃缘未了 我不能出家 从那开始到现在 我的心就落地了 既然是晃缘未了 不能出家 我什么事都不强求 那就老老实实在家修行吧 也是一件好事 就是这样的 所以你成不成 这签说的对不对 他真是对上号了 我那个时候 确实是想出家了 是不是出家就清静 对于我们每个修行人来说 他都各有各的姻缘 应该姻缘成熟了 该出家就出家 姻缘未成熟 该再家 咱们就再家 不是四宗弟子吗 四宗弟子都做好了 那佛法不就兴盛了吗 所以咱们作为在家的 修净土法门的弟子 就老老实实念这句佛号